《圧斯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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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圧斯德拉》 今天我们讲《圧斯德拉》 《圧斯德拉》 第八章第十节 圣经的这句话是这样讲的 你们不可忧愁 因为上主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 上主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 那我们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力气 有的时候身体没有力气 很劳累 劳累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说去睡一觉 休息一会儿 吃一顿好餐 然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恢复了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劳累不是身体的 有的时候是心灵的 我们心里面感到非常的迷茫 或者是说自己做的事情 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或者是我们祈祷 我们祈祷啊祈祷啊 好像也没有得到答复 很多时候 当这些时候 这种境况里的时候 我们人会感到一种心灵的疲惫 但当我们心灵有疲惫的时候 去哪里去获取力量? 今天这一段圣经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流放 差不多被流放了五十多年 当时他们终于可以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 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以后 这个司祭、厄斯德拉还有其他的经师们 他们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然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一天是个上主的庆日 他们应该聚在一起 大家欢乐 那么他们聚在一起以后 厄斯德拉就开始给大家读圣经 给大家讲解圣经的道理 他打开书卷以后给大家讲的时候 人们才发现 流亡了这么多年 五十多年住在巴比伦 现在他们已经不懂希伯来话了 所以当天主的法律念给他们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今世要做的 首先要翻译 要翻译成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 然后才做解释 这个时候本来是一个欢乐的日子 结果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痛哭起来 那为什么人会痛哭?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 这五十多年我们被流放到异国他乡 真正我们所失去的 我们失去了语言 失去了天主的法律 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 我们离天主的法律 已经相距有多远 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们开始哭泣 这个其实很正常 我们人也是这样 当我们在人手走过人生的路的时候 我们不管去哪里 就算我们平常走路往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如果我们走错了路 但我们不知道走错了路的时候 我们心里一点都不慌 我们还觉得没有问题 我就直接往那里去 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什么时候我们心里开始发慌 就是我们发现平常走二十分钟的路 今天走了一个小时怎么还没有到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走错路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惊慌 也是这样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 离天主的话相去有多远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心里面有那种悔改 有流泪或者是有哭泣 但是这个时候 天主的话讲说 你们不可忧愁 因为上主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 为什么不可忧愁? 因为这是一个好时机 是个太好的时机 因为我们远离天主以后走偏了 当我们开始转头的时候 开始转上正路的时候 这个时候天主是喜悦的 天主看到我们回头 天主很喜悦 天主的这一份喜悦 就是我们的力量 当我们想到说 虽然我已经离天主的话 离天主的路 走了偏离的这么远 但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 我这个事情做得太错了 我与天主走得这么远了 天主都不会原谅我 不会 天主的仁慈大过一切人的罪过 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我们开始要转身的时候 天主非常的喜悦 这一份喜悦 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能够重新站起来 重新走向正路 重新按照天主的要求去生活 不是靠我们的力量 是靠天主的力量 天主的这份力量 是在祂的喜悦里面 你想想看 如果在我们内 天主感到喜悦 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悦 所以我们也要喜悦 我们说不必忧愁 天主的喜悦就是我的力量 我可以重新走上正路 重新走到天主的身边去做一个天主所喜悦的人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 祝大家平安 请不吝点赞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